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一节要讲的是旋转气流或是气旋流 这种气流的话是它的空气运动的尺度很小 小到我们可以忽略克施力的情况 那所以在这边 梯度峰平衡的这个方程式里面中间的 这个克施力项就可以忽略 那我们只剩下离心力和其他梯度力之间在平衡 所以这个equation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峰速解出来 它就会变成是负R然后其他梯度力 括号再开根号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自然坐标 所以这个峰速呢它一定是正的值 而且它一定要是时数 意思就是这个根号里面必须要是正的值 所以这边已经有一个负号了 所以区率半径R还有其他梯度力 这两个部分他们的符号一定要相反 所以你就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R大于0然后其他梯度力小于0 另外一种就是R小于0其他梯度力大于0 那你可以有R的正负号先判断出这种运动 会有逆时针转跟顺时针转两种情况 那后面我们就会来分开讨论这两种情况 在实际的状况下峰会怎么转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气旋流它的两个平衡的力在这边 离心力和其他梯度力那我们就分开来讨论 现在先来看一下如果这个其他梯度力是正的 然后R是负的就是顺时针转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就是下面画的这一个 我们先画一个顺时针转的旋转的流体 那我们现在就随便找一个点 然后把它的切线速度找出来 就是这个V找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找出N hat的方向 就是它的左手边 这个N hat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判断 这个旋转流体它到底是高压还低压 你就看上面这边 你的partial phi除以partial n要是正的值 所以你的N hat越往N hat那个方向走 N会越大 那那个phi会越大 表示越往N那个方向走 你的压力会越大 就potential会越大 那就表示这个旋转的系统 它中心会是一个低压 所以你才会往外走 越往N那个方向走 它的压力越大 低压判断出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7加基督力一定会指向低压 所以你的力在这边 那离心力一定是 永远指向旋转运动的外侧 所以在指向左边这里 那刚好就是这两个力会平衡 所以这个是可以成立的 那右边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加基督力是负的值 然后R是正的值 正的值的话是逆时针转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逆时针转的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找到某一个点 它的切线速度 譬如说我现在找左边那个点 所以它切线速度是往 你们萤幕看到的往下指的地方 那所以这个V的方向找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找出N hat的方向 所以指向左手边 那N hat 再来你来看上面这个 其他剃度力 partial phi除以partial n要小于0 所以越往N hat的方向走 N会越大 那往那边走的时候 你的5必须要减小 所以越往里面走 气压要越小 所以也就是这个旋转的流体 它的中心会是一个低压 一样就是高低压确立了之后呢 这个气压剃度力就会指向低压 所以这个紫色的箭头就可以画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离心力 离心力一定会指向旋转运动的外侧 所以这样画起来 刚好它们也平衡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成立的 喝力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只要它是气旋流 在不考虑科势力的情况下 它可以顺时针转 也可以逆时针转 但是它永远都是低压 它这中心永远都是低压 这边有一个结论 旋转气流必定为低压 那它的实际上的例子就是龙卷峰 所以龙卷峰的尺度一定很小 可以小到不需要考虑科势力 就是你也不能考虑科势力啦 所以数学上来讲的话 不管你在什么南半球或是北半球都可以 你的龙卷峰的转向是没有规定的 它可以顺时针转也可以逆时针转 然后中心永远是低压 南半球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观测 就是在北半球看到的龙卷峰 到目前为止观测到都是逆时针转 然后南半球都是顺时针转 就是跟气旋是转同样的方向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龙卷峰要形成的过程 它需要大尺度长的配合 所以大尺度长必须要是一个范围广大的低压带 这个范围广大的低压带里面才可以达到够不稳定的状态 让龙卷峰可以在里面形成 那这个范围广大的低压带 因为它范围够广 它就必须要考虑克势力 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虑克势力了 那在那种情况下意思就是说你的背景峰长 大尺度背景峰长在低压区必定是逆时针转 北半球的话必定是逆时针转 所以你要在一个背景峰长已经是逆时针转的情况下 形成龙卷峰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形成逆时针转的龙卷峰 顺时针转的就几乎不会形成 那这个就是气旋流